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而成为终身的残废 这是多么不幸的事 近年以来 我们虽然是一再地扩大宣传 要求乘车的旅客们和铁路沿线的居民维护公共秩序 但是 根据统计的数目看起来 每年伤亡在铁轮下的同胞 几乎每天都有 现在 我们为了顾及旅客们的安全与安宁 敬请各位协助我们 共同维护公共秩序 并请注意下面的几点 请顺序买票 排队进站 在指定的地点排队后车 请遵守先下后上的秩序 有指定的地点方向上下车 或者进出站 千万不要跨越轨道 大件行李 请交站托运 不要随带上车 更不要藏带危险品 或者易燃品上车 以保公共安全 请不要在车内高声盘啸 以为公众安宁 随身携带的小件行李 务必要放置在网架上 千万不要堆置在通道上 妨碍通行 请每一位旅客 站坐一个座位 不要随意地横卧 更不要连鞋踩在座椅上 车没有停好 请不要上下车 或者跳车 以免危险 在车上 请进入车厢内 请不要站立在车门边 或盘掉于车门的地方 或者站立于脚踏板上 也不要探身 或者是伸手于车窗口外 以免危险 请不要随地吐痰 没有熄灭的烟头 请不要任意的抛制 敬老 慈幼 对老幼妇孺 请礼上帮助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